新著名家庭救星 入薪僅十年住破境重園 全台灣新著名人口已超過50萬 有些人被母國註銷國籍 又面臨強制遣返 成為國際人球 像這樣的跨國悲劇不斷上演 在移民署難投專情對服務十年的分隊長柯志騰 不忍心著名家庭被拆散 總是鼎勵相助 在兩個月就要退休的他 接受法福南投分會專訪 把他經手的個案辛酸血淚故事出版成書 希望透過法律和愛促進台灣族群和諧 地方中心 南投報導